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洋葱是我们市面上很常见的一种蔬菜 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特别的高 并且各项研究表明 经常吃洋葱具有很高的营养和养生作用 洋葱含有辣味素 能够抵寒,可以预防感冒 有较强的杀菌作用 经常吃洋葱还可以促进消化 治疗消化不良 并且吃洋葱还可以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 对于高血压,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 都有特别的保健作用 而且洋葱还可以防癌,抗癌,延缓衰老 洋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效 就是安神,助眠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过想要把这些好处全部发挥出来 今天这个视频您一定要耐心的看完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洋葱 我们在购买洋葱这方面最好选择紫皮洋葱 紫皮洋葱它不仅好看 它的药用价值也是非常的高 再选这种形状比较扁的 形状扁的洋葱吃起来水分比较充足 它的辣味也比较轻 我们先把洋葱外皮制成老衣 给它剥干净 然后把头尾去掉 切一半出来 再把它切成小块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和我一样的经历 每次切洋葱的时候经常会被辣得泪流满面 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我们把切好的洋葱 放入一个碗中 加入一大勺的食盐 再加入没过洋葱的清水 先给它浸泡五分钟 然后再拿起来再切 这样就不会拉眼睛了 在日常生活中 除了有纸皮洋葱 还有一种白皮的洋葱 除了外观上有所区别以外 它的营养价值也大有不同 紫皮洋葱的营养价值远高于白皮洋葱 这不仅仅只是因为 紫皮洋葱中含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 较强的花青素 能够保护人体免受制有机的损伤 紫皮洋葱中含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 上食纤维 含有大量的矿物质 都对人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另外紫皮洋葱还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 因此可以改善人体血液循环 提亮肤射 增强我们的皮肤光泽度 虽然白皮洋葱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 能够缓解人体的疲劳 可是它却没有紫皮洋葱 那么多的药用价值 所以我们在吃洋葱的时候 首选紫皮洋葱 泡好的洋葱 我们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稍微抖散一下 再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老姜 先放入碗中 加入一点点的清水 把生姜湿润一下 再加入一勺食盐 食盐具有非常好的杀菌和摩擦力 可以把生姜表层清洗得更加干净 生姜所含的辣味素 能够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 也能够刺激味帘膜上的感受器 并通过神经反射促进胃肠道 增强胃肠道蠕动 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使消化功能增强 从而起到开胃 健脾 促消化 增强胃肠动力的作用 生姜中的挥发油 能够稀释血液 对于大脑皮层 动脉血管有兴奋 可以加速血液流畅 从而给大脑提供更多的氧气 增强大脑的活力 生姜我们把它彻底清洗干净后 然后切成薄片 切好和洋葱放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克的荷叶茶 荷叶茶主要具有清热 化湿 凉血 止血的作用 很多女性都经常用它来减肥 泡水喝 其实在减肥功效上 是能够有效的阻止脂肪的吸收 起到减肥作用 而且还可以缓解便秘 具有通便的作用 老年朋友经常用荷叶泡水喝 长期喝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而且还可以很好的降血脂 降血压 主要因为荷叶里面含有一种 黄酮类的化合物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 有很好的疗效 荷叶自探以后 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 荷叶我们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直接倒入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给它煮上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打开盖子 用漏勺 把荷叶渣给它捞出干净 捞干净后 再把洋葱和生姜一起倒进来 继续煮上五分钟左右 这火我们不需要盖盖子 一边煮一边搅拌 因为洋葱不宜久煮 最多煮五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酒煮的话洋葱的营养物质就会流失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点赞 评论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在出锅之前 我们加入几颗冰糖 简单的调一下味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 如果患有血糖过高或者是糖尿病的朋友 就不用加糖了 搅拌至融化就可以装碗了 这道洋葱汤 我们最好要趁热喝 一次大约喝一小碗 洋葱汤包含了洋葱所有的营养成分 研究表明 用洋葱煮汤 它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洋葱汤的神奇之处 长期喝洋葱汤到底有些什么好处呢 喝洋葱汤的第一个好处就是预防富贵病的发生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很多人都患上了高血压 高血糖 这样的人群越来越多 每天喝上一小碗的洋葱汤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这些富贵病的发生 因为洋葱含有一种叫做 环料丁酸的物质 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利用糖分 避免血糖过高 洋葱中还含有一种叫做前列腺素A的物质 前列腺素A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 减少体内党固醇储存 也能够使我们的血压保持在正常水平中 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 促进食欲 洋葱含有的辣味素 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 打开胃口 打开食欲 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 第三个好处就是可以防癌抗癌 现在的癌症病人也越来越多 洋葱有很好的防癌抗癌的效果 因为洋葱含有西元素和胡皮素 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胡皮素能够抑制癌细胞的活性 防止癌细胞生长 所以经常喝洋葱汤可以减少癌症的发生 包括已经患癌症的病人 也可以多喝一些洋葱汤 能够起到抗癌 防止复发 提高自身的抵抗能力 最后一个好处就是提高睡眠质量 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压力都非常的大 经常会出现失眠的情况 每天晚上睡前喝上一碗洋葱汤 可以很好地提高睡眠质量 并且能够快速地入眠 因为洋葱中含有正经神经的成分 如果平时睡眠质量比较差 或者是入睡困难的人群 可以适当地喝一些洋葱汤 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地入眠 好了 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